小张妹子是电商公司的实习生,007的高强度工作导致她体力不知晕倒在地。 新内科的周晓峰为小张妹子初步诊断是主动脉加层,立即通知分数新外科的林毅进一步诊断。 通过新超检查,林毅见到小张妹子的血压急剧下降,没时间再做CT进一步确认了,必须直接开堂做手术。 一向稳重的周晓峰当然不同意林毅不符合流程的行为,但是林毅觉得时间肯定来不及了,主动脉加层一旦造成大出血,病人随时有生命危险,在林毅看来没有什么比拯救病人的性命更重要。 要知道这可是开堂手术,除了主导医生,这可是一个医疗团队一起才能完成的任务。 显然一开始手术室的同事们都不愿意陪林毅冒这个风险,但是林毅愿意主动承担一切后果的决心最终还是让大家脱鞋了。 而在手术室外的周晓峰着实为林毅捏一把汗,这种跳过医院诊治流程直接开堂做手术的冲动行为一旦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不但医院无法交代,林毅的职业生涯也就完蛋了。 这部问心中,同为心脏中心,分属心内和心外的周晓峰和林毅,矛盾在起,不按流程冒险手术救人,还是按医院流程,病人可能就活不下来,如果是你又会如何抉择呢? 剧中的林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毕竟作为天赋型选手,林毅凭借贤熟的手法帮小张妹子止血,小张妹子血压渐渐恢复正常。 但是就在这时危机出现了,仪器显示小张妹子的脑痒正在快速下降,如果不能在五分钟内完成分支吻合,大脑长时间缺氧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 如今没做数前CT,很难准确找到分支,而且原本需要十分钟的吻合数,如今却只有五分钟,林毅是在和死神赛跑。 至于结果嘛,林毅成功挽救了小张妹子的生命,但是换来的是全科医护人员被罚一个季度的奖金,而林毅则被停止等待处分,门诊不能上,手术也没得做,每天只能上上爷班。 小张妹子这边,多亏了林毅医生,九死一生活了下来,但是又将面临一个新问题,因为还在实习阶段,公司没有给小张交社保和医保,现在对于倒在公司的小张妹子,公司只肯赔一万块,但是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小张妹子的老公整天直至到埋怨,自己老婆好不容易被救活了,她却只关心这次手术会不会影响生育。 小张妹子拿出这些年存的五万块钱,老公却在算计花这么多钱治病划不划算。 其实当初小张妹子的父母就反对她和如今的老公交往,但是小张妹子却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和父母闹将依然跟着如今的老公来到大城市, 但是如今,老公居然因为她治病花钱太多而埋怨她,小张妹子越想越伤心。 处于康复期的病人,保持良好的心情很重要,更别说刚从鬼门关走一圈的小张妹子。 果然,小张妹子突发咳嗽,伴随发烧,林医判断小张妹子是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如今最好的办法是使用体外膜,肺氧和呼吸机。 但是,这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小张妹子的老公动摇了,她担心用呼吸机是白白浪费钱,甚至劝小张出院采取保守治疗。 小张妹子可是林医医生付出了巨大代价从死神手中救下来的,她知道所谓的保守治疗意味着什么,她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小张不知身亡,却无能为力。 另一边的周晓风医生其实也在为这件事努力,她想尽办法联系小张妹子的父母,真心劝解小张的老公。 或许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父母会无私地为自己的子女着想,和父母闹翻离家出走又怎样,和父母断了联系又怎样。 当父母知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依然会义无反顾,不远万里来到你身边。 在父母的陪伴下,使用呼吸机后的小张妹子终于康复了。 小张妹子的父亲给林医写了一封信,感谢她救了自己的女儿。 与此同时,院方对她不按流程进行手术的行为,进行了记过处分全院通报。 左手感谢信,右手处分通报,林医一笑而过。